这一天我们这温度太高了 我们现在早上趁起早起蒜 趁着这会凉快 还想得劲 毛虫大蒜都该起了 到了种百菜的时候了 看看啊今天毛虫的大脑袋 这吃了昨天吃了一个老辣了老过瘾了 到哪个呢 到棚子吧 那你现在一定晒谁晒 这块大兔吧 我刚刚给他摘了点 这边留几颗就够他吃了 不能这个留几颗就够他吃 他身体边的鸭子也冻了我还是要做好 好 起来起来 他要吃了还长不大的兔子呢 刚刚那时候来手俩大了 他上十斤还好 那十斤还啥用呢 他吃了 你头也好 他马上就八十斤 那时候吃了就不上十 这能长不八 这刘他两个是吗 这刘他长不那么大 这刘他长不那么大 这还更大了 下头的这个湿 你看这个 他老子还多余容大了 不像咱以前还有点小胆啥的 这上头的给大了 这老子还是冒充春 那样喜欢是有点二八地 那你不听 你不说的吗 我看老子呢 在这一块 你要选择 把你选择一冷 好 到底吧 今天还汗着气 哈 我再来一块 大棚子那去了 上开他 你都这样的多好 挺好 你看今天摘的少吧 今天毛虫长的 我说在家那些没有皮头的 你看看这三个 是吧 三个都个 你看这五个 五个那很少 看这俩 他说不太一声 呵呵 呵呵 你这毛虫多好 大毛虫他脑袋吧 多大 这两个就不得 写一下圈 比手这个大小差不多 那个哈 嗯 还不太浪 干太苦 嗯 哎 到嘴中到二十斤 毛虫现在起完了 然后就是起大蒜 这大蒜羊子都老了死了 不行了 我妈进屋做饭 我跟我爸俩把这点大蒜都起出来 他们剩两个西施了 应该比这还浪 嗯 有很多土啊 摘的是生 它长到花了 这个是 后会是晾两个头哈 嗯 它往外找去 还有时间丢吗 这一会儿还剩下两块哈 嗯 这一会儿还剩下两块哈 就会了 就会了 这一会儿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这一会儿 就会了 我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感谢观看